神川军装的士兵持枪和孔雀一起入境 一旁是专门为孔雀打造的大型鸟笼 乌克兰媒体报道 俄罗斯利佩兹克动物园将一公一母一对孔雀 送给在前线作战的俄军252步枪师 收到孔雀后俄军拍下影片对动物园表达感谢 这一件俄罗斯动物园还在网上骄傲的发文表示 希望美丽的鸟儿能够为士兵们的战地生活带来一丝光明 这不是在帮动物园打广告 而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份礼物 男人消息曝光后引发了许多网友批评 有人说俄罗斯是可笑的小丑 还有人直言有一件事情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光明 那就是让所有俄罗斯人回到俄罗斯 把占领的领土还给乌克兰 随着孔雀话题沿上 动物园目前已经将文章和影片删除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